你有什么特别的未来计划吗 是 嗯 其实我的计划是说 我是希望明年可以在全马的政府医院 每一间医院都得到我们五十评价 哈喽 这一集的人物班呢 由Johnson Prottier为你呈现 大家好 我是Nikolas Wong 舒威 来自1FM 另外呢 只有自己介绍的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Chapter 我是Lex邦小韦 没有Lex 我觉得这一集的人物班呢 很精彩 而且我觉得也很适合你 你不是最近一直掉头发吗 掉头发呢 最近是我想必很多人 他上了这个三十岁之后都会面对的 尤其是男生 可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位访问对象呢 他的整个所做的东西 对社会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马来西亚希望之所的创办人 江志文先生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江先生要不要跟大家好好分享说 你现在从事这个 算是这个慈善机构吗 对 没错 做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做的东西就是 我们从大众方面 收取他们的头发 他们捐来给我们 然后我们造成假发 我们再送去政府医院给癌症病患 可是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想要发起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会做起这个东西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公司 全部都是按照 family 有cancer而去世的 所以我们才想为cancer做一点东西 其实这一路走来有什么事情或者什么原因 让你坚持下去的 或者你看到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 我会坚持是因为我看到一些病人 他们真的是拿到我们的头发 他们会很开心 其实是有两个case 会比较难忘 第一个case就是说 有一个病患 他的女儿来找到我们 问我们可不可以邀请他吧 我们就说我们需要调查你的A9是如何 当我们调查的他真的是很需要的时候 我们还是特地送那个病假发过去给他 可是送到过去呢 病患不肯见我们 为什么 因为他说 他因为没有头发不舒服的感觉 他说不想让人知道 所以他完全是拒绝见我们 整个过程就算我们到他们的家了 都是由他的女儿来接待我们 明白 可是当我们一看到他女儿拿到假发的时候 那个心情就真的是很开心的 很欣慰的 觉得做什么都是不够的 满足的 也不需要特地去表达什么 对方是怎样的 明白 因为看到他们的笑容 那个第一个表现就是说 我做对了 我不需要做几次 做回自己私底下的其他步骤 需要做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收回来呢 我们会先看他的头发的 指数会如何 长 短 颜色 粗 幼 全部我们都要分开 因为不同的长短 我们都会拿来做不同长短的加法 然后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就要看他的韧度 就是说每一束头发我们要把 看他会断嘛 就是要 对 如果那个头发是超过50%容易断的话 我们就要重新再整理过 其实现在在马来西亚 这个对于假发需求量的这些 受惠人士吧 我们说 这些需求量是大的吗 非常大 嗯 我们比如说我们跟医院的报告来说 其实每一天我们需要300个 每一天需要300个 对 其实在政府医院来说 他们是有一个report 每一天的new case 会有多少个病患 有没有尝试过去遇到一些还蛮好难忘的捐头发的朋友 嗯 其实是有啊 例如 例如 我 好坏都可以讲的 哈哈哈 嗯 先说好的啦 好的 原来很多坏的 哈哈哈 那也不可以这么说 你说 因为我们是一个男生 他真的是为了捐头发给我们 他留三年 他把头发留长三年 他三年内真的是完全没有捐过 所以他三年他的头发长就是去到 有这样长吗 去到腰了 有这样长吗 可以需要这样长啊 对 然后就很邋遢了咯 很艺术家的性格 其实他不会邋遢 他把他头发真的是保养到100%的好 连我们都觉得惊讶的 OK 变成他真的把他头发保养成好像一个 比一个小妹妹的头发还要健康 是飘柔的 哈哈哈 可以去拍洗头水广告的 可以这么说 这个是我们遇到一个是最好的 第二个好的 其实就好像你们刚刚问我们 为什么还是坚持 其实唯一让我们坚持的就是 我们每一天收到的parcer 最少有50到100分 每一天啊 那很好很好啊 反应真的非常好 有一些parcer我们会看到 就是他们寄过来 他们会很有心 他们会写一张卡给我们 OK 叫我们继续交流 其实这是我们唯一看到我们最 好感动 是的 就是他编发至于还会鼓励你 对 没错 好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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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动